你知道吗,在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遗迹里,考古学家竟然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。 石头被玻璃化了,不是普通的光滑表面,不是分化后的反光,而是那种整块石头在高温下融化,在瞬间凝固,变成半透明,发亮的玻璃。 问题是在几千年前,甚至几万年前,人类根本没有什么高温炉能做到这种事啊。 那么,它是怎么形成的呢?我们先来看几个最著名的案例。 在苏格兰高地,有一系列古老的石头堡垒,被称为玻璃化堡垒。 它们的墙壁看上去就像被火焰填过一样,石块之间不再用粘土或石灰固定,而是被高温融化后直接粘在一起。 科学家测试过,要让这些岩石融化,需要至少一千到一千两百摄氏度的高温。 注意,这比一般的篝火高了好几倍。 同样的现象在中东、印度,甚至每周的一些遗迹中都出现过。 比如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,这座有着四千年历史的古城。 街道上曾被发现一层诡异的黑色玻璃层, 还有人类海骨在那层玻璃上保持倒下的姿势。 庞浮一瞬间被某种高温袭击。 这些场景听起来有点像核爆。 别急,我们先从科学角度解释。 自然界也有办法把石头变成玻璃,比如火山喷发。 岩浆温度可以轻松超过一千度。 甚至更高,当它迅速冷却, 就会形成黑药石之类的天然玻璃。 还有陨石撞击。 瞬间的高压和高温能让地表的石头融化、飞溅。 形成玻璃化物质,比如月球上的撞击玻璃珠。 那么,古代这些遗迹附近, 是否可能发生过火山爆发或陨石撞击? 有些地方的确找到了火山活动的证据。 但有些地方,比如苏格兰高地,根本没有。 更关键的是,这些玻璃化遗迹的形状和分布, 看起来像是有意建造的建筑被加热, 而不是自然地形被波及。 于是,一种更浪漫的猜测诞生了。 有人认为,这可能是古人自己做到的, 他们掌握了某种我们已经遗失的高温技术, 或是某种我们无法想象的能量武器。 甚至有人提出了惊悚的假说。 在史前,人类曾经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, 并且发生过一场毁灭性的战争。 那场战争使用了类似荷包的武器, 瞬间把石头烧成玻璃,把城市化为灰烬。 这个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。 在印度古代的摩赫婆罗多中, 就有段描述天空亮如万个太阳同时升起, 烈焰像海浪一样吞没一切。 士兵的盔甲,武器融化, 甚至有人影瞬间消失。 留下烧焦的土地,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核爆的场景。 但问题来了如果真有史前核战争, 为什么我们没有找到更多直接的证据? 没有大规模的放射性残留, 没有清晰的武器碎片。 只有零散的玻璃化遗迹和古代文献的片段描述。 有科学家指出, 古代文本往往带有大量神话色彩, 所谓的万日之光可能只是夸张的比喻, 而高温玻璃化也许来自火山, 闪电甚至大型火灾。 这种合理怀疑是科学的基础, 但它并不会抹去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巧合。 毕竟,地球的历史比我们文明的历史要长得多, 而人类的记忆脆弱得像沙滩上的字。 所以,这个谜到底是什么? 它可能是远古人类不为人知的工程技术, 可能是自然灾害在建筑上的罕见印记, 也可能是我们失落的文明留给后人的一点余境。 或许,真正的答案早就被时间埋在地下深处。 只是我们还没挖到, 你觉得呢? 那些玻璃化的石头是地球的自然艺术, 还是人类史前的战争记录? 也许,有一天, 我们会在另一片废墟里找到答案, 或者发现答案就在我们自己身上。